大家好,今天向大家講講,沙特懶理美國與中國大搞太能能合作 另外,沙特王柱告訴美國,如果聽你說與以色列關係正常化,他擔心他會被暗殺 2023年3月,被視為中東地區縮敵的伊朗和沙特在中國牽線下,在北京簽約恢復外交關係 這件事件被視為中國在中東地區的外交重大勝利 美國看起眼中,宣在心頭,就想全力推動沙特與以色列復交,希望取回一個頭彩 今年5月初,美國媒體甚至援引消息人士說 美國與沙特即將達成一項歷史性協議,讓沙特與以色列建交 但如今3個月過去,這個所謂沙爾建交仍然並沒有下文 據美國政客新聞網8月14日報導,多個支持人士說 沙特王署兼首相薩勒曼,不久前曾向來訪的美國國會議員說 他因為沙爾建交的議題面臨政治風險並擔心自己會遭到暗殺 這篇專欄文章由政客新聞網高級外交事務記者陶西讚寫 依據的是一個前美國官員和兩個支持人士 向他透露沙特王署和美國國會議員進行的對話內容 報導說,在對話期間,沙特曼至少一次提到 埃及總統沙特特當年遇息的事件 沙特曼問美國議員,在埃爾和平條約達成後兩年的時候 美國採取了什麼措施來保護埃及總統沙特特 他說的事件在1978年,埃及總統沙特特和以色列總理貝京 在美國總統卡特的調停下,在美國達成大衛營協議 在這個基礎上,埃爾雙方在1979年又達成了埃爾和平條約 結束埃及和以色列兩國的敵對行動 但是這個條約就引發埃爾國內大批民眾不滿 在1981年10月,沙特特在海洛舉人的閱兵儀式上遭到暗殺 沙特曼說到自己面臨的政治風險和生命威脅 同時解釋了為什麼任何有關沙特和以色列關係正常法的協議 都必須包括以色列對建立巴克斯坦國的承諾 但令沙特曼問問的是,以色列政府一直不願意對這件事作出承諾 其中一個知情人士說,沙特曼當時說,沙特人非常關心這個問題 整個總統地區的人都很關心這個問題 如果他解決不了他們地區最緊迫的正義問題 他作為兩個聖地的監護人的地位將不再穩固 伊斯蘭教兩大聖地,麥加和麥迪拿都在沙特 沙特皇室一直自稱為兩聖地的監護人 與此同時,沙特曼也說,沙特曼和美國議員的談話非常嚴肅 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儘管存在著風險,但沙特曼仍然表示 想和美國和以色列達成協議,他認為這樣對他的國家的未來至關重要 《政客森網》記者屠西認為,沙特曼對於當前局勢和自信安全威脅的描述 是一種聰明的外交行銷策略 他說自己擔心會遭遇暗殺,可以推動美國議員對以色列施加更加大的壓力 以達成他喜歡的協定 陶西說,沙特曼聲稱自己是唯一項可能矩劃時代意義的交易 冒著生命危險,冒異是一種吸引對或者注意力的有效方式 陶西說,公平點說,這個也可能是事實 因為加沙戰爭是沙特年輕人,有生以來首次目睹的重大的巴爾衝突 沙爾關係正常化也可能讓沙特曼殺害這一代年輕人的支持 但以色列時報就援引美國國會消息人士說 在11月總統大選之前,達成沙爾關係正常化業議的可能性已經幾乎為零 因為參議院在休會之前已經沒有時間批准這個協議中有關美沙關係的部分 美國想推動沙爾和解,當中還包括想排斥中國的內容 彭博當日的報導說,沒有想拉攏沙特達成的協議 美國將會為沙特提供安全保障,甚至允許沙特獲得美國之前禁售的先進武器 美國還要求沙特限制中國的技術進入該國最敏感的網絡 作為交換,美國將會在沙特的人工智能、半導體和量子計算方面 進行重大投資並幫助沙特建立民用核專案 其實中國作為沙特的最主要石油買家 為什麼與沙特關係良好,要沙特排斥中國也有些難度? 反之沙特極欲左右逢源,亦同時想與中國保持良好關係 近日沙特與中國在太陽能方面的全方位合作就是一個例子 8月13日,中國能建公司宣布他們牽頭組成的聯合體 成功取得沙特PIF四期太陽能兩吉雅光復電袖的興建合同 合同金額是9.7億美元,支支合大約是75.6億港元 之前,中國能建已經在沙特獲得另一個重要的光復項目 在2020年10月,該公司簽署了沙特PIF二期2.6吉雅的光復項目合同 在今年6月已經成功並網發電 在此之前,中國公司已經大舉進軍沙特太陽能行業 今年7月,中國新能源龍頭企業楊光電源 與沙特簽約全球最大的儲能專案 而貞科能源則將會在沙特發展10吉雅的 過後太陽能電池和元件專案 而TCL中環將會在沙特建成合資公司 建設連產20吉雅的光復晶圓廠 大量中國公司到沙特投資新能源 與沙特的2030年願景有關 沙特既要石油,又要新能源轉型 在2023年末,在利雅德舉行的沙特智能電網會議上 沙特能源部長阿卜杜勒·薩勒曼公布了一項 雄心勃勃的計劃 宣布沙特的目標是每年增加20吉雅的可採生能源項目 最終去到2030年會達到130吉雅的總量 沙特已經做好成為綠色能源主要出口角的準備 未來有可能供應高達150吉雅的綠色電力或氫氣 為了支持這個願景,沙特正在公共和私營部門 積極推動80多項目,總投資額超過1880億美元 阿卜杜洛國王石油研究中心說 沙特正努力實現最佳的能源結構,目標是2030年發電時 50%用天然氣,50%用可採生能源發電 這個戰略舉措將會取代每日使用多了100萬桶石油發電 按照沙特的算盤,他雖然是產油大國 但未來全球的大趨勢是使用可採生能源 他發展新能源的紅芯不僅為了減碳,亦想發展一種新產業 以太陽能電池為例,美國將中國太陽能電池的關稅 由25%加到50% 而中國公司在沙特設廠生產的太陽能電池 可以賣到美國,美國亦不敢大加沙特太陽能產品的關稅 否則沙特會說對不起,美國你都不要叫我推入你的中東政策 中國明知沙特的紅芯,反正中國公司也要出海 沙特又出得起錢,叫他去做項目或設廠 就大舉進軍沙特了 目前沙特正成為中國太陽能行業海外擴張的下一個主要目的地 沙特目前是中國光復元件的大陸大進口國 在2022年,中國向沙特出口了價值3.1億美元的太陽光復元件 這個數字在2023年就大幅飆升到13.4億美元 大幅增加了332% 不過即使如此,沙特能源轉型的路仍然困難重重 沙特經過幾十年的投資已經建立了自己龐大的石油工業和基礎設施 所有類型的能源和服務也得到大幅補貼 沙特面臨的困難是要創造一個鼓勵使用可在生能源的環境 這是一個艱難的轉型 目前,新能源只佔沙特當前發電量不足1% 在2022年,沙特67%的電力來自天然氣 33%來自石油 僅僅不足1%來自可在生能源 但換這個角度,沙特還有很大的發展生能源空間 大力引進中國公司去當地建廠 一方面,可以滿足當地能源轉型的需求 另一方面,就有大力發展出口產業的潛力 可以這樣總結 第一,1973年爆發石油危機 當時以沙特為首的阿拉伯石油輸出國組織實員宣布 對熟聚日戰爭期間支持以色列的國家實施石油禁運 美國當時是主要的用油國受禁運影響出現油方 用來美國與沙特大力改善關係 石油美元也是這樣發展起來 第二,近年中國經濟崛起 用油量大增成為沙特最主要的客戶 對沙特的話語權增加 而美國就因為發展出揮發葉岩油的技術 它由主要的用油國變成石油淨出口國 變相成為沙特的競爭者 而沙特同時也是美國武器最大的買家 所以它與美國的主核關係逆軌 美國對沙特的操控力亦大幅減低 第三,拜登政府想拿一桶沙特與以色列和解 想叫沙特疏遠中國 但是在以色列不會容許巴勒斯坦人建國的前提下 達成這種協議的可能性比較低 沙特也不想得罪中國這個大客 沙特王主義兼首相沙特曼向美國國會議員說 他擔心達成沙爾和解只會遭到暗殺 只是一種託詞將球拋回美國 拜登原本想在總統大選前促成沙爾和解 當成自己的公職 如今拜登退場 沙爾和解就更加變成一個吹水項目 沙特曼會問誰是下任美國總統? 不如讓你們選出總統出來再談吧 拜登在美國上次總統選舉期間 曾經形容沙特曼是殺人兇手 沙特是戰民國家 甚至揚言要用沙特皇室成為社會棄英 實力民皇柱既勝那麼好 怎會益拜登政府呢? 第四,沙特要起中美之間左右逢源 中國要落於多做沙特的生意 所以在太陽能設備出海上 雙方一拍即合,互為互利 另外,時快評也會說到 中國製造業工藝再有重大突破 周圍沙特建造的最大的海洋遊戲田平台 已經員工,並交付給沙特 歡迎電話到十六台收聽我的評論 大家好,巴士的部除了在YouTube有視頻之外 在另一個平台石樓台都有視頻看 石樓台有很多獨家內容 特別是盧社長和我有關中國的新聞時事分析 製作內容需要投入很多資源 希望你都支持巴士的部 訂閱石樓台 有你的支持我們才可以繼續製作 多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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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大家